台长告诉你们 我们人与人为什么现在会变得这么的复杂 你们知道吗 因为在人的八世田中 就是意识当中 我们人就充满着自私啊 现在的人 人人为自己 所以夫妻都不能相忍让啊 所以人人为自己 连自己生出来的孩子 他都不能忍让 这就是人的私心 已经到了你的心底里了 所以我们有佛性在心中 但是也有坏的种子也在心中啊 所以这个心 当你遇到善的时候 你的心中的善缘就起来了 当你遇到恶的时候 你心中的恶缘就起来了 所以恶种子台长告诉你们 成长得非常快 我讲一个简单的道理告诉你们 现在的恶报速度 那是过去几十倍啊 过去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现在的人 现在的人只要你骂他 他马上就骂还你 快得不得了 如果你打他 老婆马上就会拿东西砸你 这就是马上的现世报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我们因为人的恶念 控制不住自己 所以让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沮丧和失落 所以现代人交朋友一定要谨慎 只可重善因不可重恶果 我们要交好的朋友永远会帮助你 我们要交善友善心的人 我们才能有善报 有善缘 才会有善根啊 谢谢大家